为了吸引客人回流 美国有不少饭店 现在加入了防疫阵线 纽约五星级的四季饭店 关闭了人来人往的大厅 客房呢要进入之前 也必须民众要量体温消毒 客房服务是暂时取消的 而休士顿的威斯汀饭店 也引进了杀菌机器人 走进饭店 少了服务生代位 只有身穿防护衣的医护人员 上显量体温 确认没发烧才能沿着指定区域 通往客房 一路上抖大的警示标语 贴得满满满 想到其他楼层也得注意 电梯一次现成一人 饭店内的餐厅 酒吧 通通不开放 客房服务也取消 客人必须自行取用床单跟毛巾 原本摆放在床头柜的零食 也改放消毒液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的 四季饭店 业者响应抗议 将一半以上的客房 免费租给医护人员 饭店防疫规格也媲美医院 客房贴天消毒 公共区域更是每个小时 都会重新打扫 业者呼吁客人 全程落实社交距离 休斯顿的威斯汀饭店 则引入两台紫外线杀菌机器人 在客房消毒 所有毛巾 肥皂等洗浴用品 都会在杀菌后 密封包装在塑胶袋中 等客人进房再开封使用 这场传染病冲击全球饭店业 业者不得不改变营运模式 应对疫情 网语为编译 网语为编译